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调味是在甜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鲜咸的成分 是以奶盖为灵感 希望达到更有层次的味道 杂粮吐司本身就有许多不同的成分 直接吃已经很够味道了 烘烤时间把握不好的话会容易有些苦 因此还是最建议大家选择牛奶或者白吐司哦 开始制作前先预热烤箱至400华氏度 切姜黄油和蜂蜜放在小碗中 用微波炉加热20秒帮助融合 这次的料理超级简单 只需要做姜料 切吐司 烤吐司三个步骤 充分混合均匀后加入日式高汤以及蒜蓉 再次混合均匀待用 再来是切吐司片 这次我试了一下子安良吐司 结论就是有一些微苦 两片普通大小的吐司份量非常适合当作午后小零食 如果没有专门切面包的锯齿刀 用压的方式一片一片来切 就可以得到平整的边边哦 每片吐司切成四个同样大小的方块就好了 切完好像可以当作拼图块 切好的吐司块淋上之前准备好的酱汁 记得酱汁只要着重放在中心的部分就好 特别是蒜泥 这样可以让中间和旁边的风味不同 中间比较软黏 而周围是脆脆的 不均匀的口味吃起来更有食欲哦 淋完酱汁的吐司块立刻拿去烤箱烤8至10分钟 让烤箱努力工作之后 美味的蒜香蜜吐司块就做好啦 吃的时候搭配同样脆脆的海苔丝 或者海苔粉会更加有层次感哦 除了这次的蒜香蜜吐司方块 还记得去年夏天分享过的 莓果酱与蜜糖吐司条吗 没看过的可以点击右上角卡 看一下哦 吐司的吃法也是千千万万的 希望之后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吐司吃法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